7月22号 外交部发言人达记者问时 宣布中方就管控仁爱交局势 同非方达成临时性安排 确立了三条原则 多此一举 细出同语 大家都血脉都一样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教育部门 你将在台湾地区行之有年的 闽南语语言能力认证考试 更名为所谓 台湾台语语言能力认证考试 最快9月就会实施 引发岛内舆论痛批 民进党21号召开党代会 对掌握党内权力核心的 中职委 中常委 中评委进行改选 最终在实习中常委中 被视为亲赖亲德的派系 共拿下了六席 民进党内的权力结构 重新洗牌 稍后请看详细报道 7月22号 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时 宣布中方就管控仁爱交局势 同非方达成临时性安排 确立了三条原则 外交部发言人首先强调 仁爱交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 中国对包括仁爱交在内的南沙群岛 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 对于如何处理当前的人爱交局势 中方已公开宣布三点原则立场 第一 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交长期坐摊 侵犯中国主权 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特别是第五条关于不再无人导交 采取居住行为的规定 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该舰 恢复仁爱交无人无设施的原状 第二 在菲拖走坐摊军舰之前 如非需要对该舰居住人员 提供生活物资补给 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 再事先向中方通报 并经现场核查后 允许菲方实施运补 中方将全过程予以监控 第三 如果菲方运送大量建材上建 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 中方绝不接受 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阻拦 以维护中国主权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严肃性 发言人表示 基于以上三点原则立场 中方近来持续同菲方 就管控仁爱交局势进行磋商 并于日前就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 达成临时性安排 双方同意共同管控海上分歧 推动南海局势降温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岛内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台教育部门 你将在台湾地区行之有年的 闽南语语言能力认证考试 更名为所谓台湾台语语言能力认证考试 最快9月就会实施 引发岛内舆论痛批 这些东西都是来喂养那些可怜薄弱的毒派 台湾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秘书长段新仪表示 语言有习以为常的效果 民进党当局把所有方言钱都加上台湾 虽然看起来只是细微的切割 但不具备思考能力或不了解的人 会在接触后直接理解成所谓台语台湾客语 最后一些台湾民众在政治认知上 就会彻底与大陆切割 以立民进党推动所谓台独工程 台湾嘉义大学应用历史系主任吴坤才指出 赖清德此前宣誓要洗涤人心改革社会 将闽南语改成所谓台湾台语 就是台教育部门主管和绿营民代 向赖清德表忠的动作 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多所谓去中国化的动作 台北市第一女子高中教师欧桂枝更是直言 如果在这样所谓去中国化教育下长大的孩子 将来会因为无知被全世界取笑 这就是他台独意志的展现 他们去中教育长大的小孩 就以为说好像我们就是台语 如果到福建地区就发现 你们怎么也讲我们的台语 他如果到东南讲 你们怎么也讲我们的台语 所以我们的小孩会因为无知将来被取笑 下面问问题 我们请教台北时事评论员林明正 林先生你好 您认为民进党当局为何放着正事不做 却要在闽南语的改名上面做文章呢 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这么问 就是请问一下民进党当局 现在还有什么正事可以做呢 因为对他们来说 本来该做的正事叫做两岸关系 其他的一切关键不管是什么经济 或相关的一些问题 根源都是两岸关系 那两岸关系搞不好 其他事情当然同工都搞不好 所以民进党当局 第一个他没有正事可以做 再来呢 他既然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 他当然在岛内呢 就把各种啊 实质台读的事情呢 能推就尽量推嘛 包括我们这次看到 把所谓的闽南语要改成台语 他就是要再一次的 像这个台湾的年轻人 或是学生学子们 灌输这个台读意识进去嘛 过去呢还讲这个闽南语 这些这个电视台呢 还有所谓的闽南语新闻 那请问一下年轻人一问说 闽南是什么地方啊 不是一想啊 是福建南部地区 那为什么我们讲的话 是福建南部地区来的呢 那不会就会让很多年轻人觉得说 原来啊很多事情啊 不是像这个台独独派 讲成那样 所以现在呢 干脆就把它改成台语 那所有人呢都认为说 台语就是台湾的语言嘛 那好像这个台独意识呢 就很顺理成章 所以我讲一下啊 赖清德现在 第一个他没有什么正事可以干 第二个他本来他就是一个 非常这个台独工作者 他自己说 他自己是很积极的台独工作者嘛 所以他当然对岛内能做的事情 不能动的他动不了 可是呢能动的东西呢 他通通啊 开始要往这个台独的路线啊 上面去推 目的都是在加深这些实质台独啊 对台湾民众的洗脑跟印象的这个传递啊 那未来呢 这个赖清德呢 只要他持续没有其他两岸关系可以突破 其他的经济都不会有所突破 他只会拼命的在岛内 继续搞这些台独运动而已 好感谢丁先生的点评 日前台湾桃园和基隆的妈祖庙 希望能恭送分灵妈祖 返回梅州妈祖祖庙夜祖进香 并已经向大陆方面申请通过 不过如今却传出民进党当局 可能阻止此次妈祖回娘家行程 令岛内人士强烈不满 台媒报道称 桃园景福宫 福寿宫 永元天后宫 与基隆八斗子渡天宫的十四尊神尊 原定于7月26号至28号 前往莆田市梅州岛夜祖进香 庙方准备以游艇方式 送分灵妈祖回娘家 而莆田市梅州妈祖祖庙董事会 也表达了诚挚的欢迎与衷心期待 不过如今却传出 台交通单位或将以庙方 用游艇作为交通工具为由 阻止此次妈祖回娘家行程 令岛内人士感到强烈不满 民进党当局对于两岸之间的交流活动 永远都是说不 现在连宗教活动都在禁止 不要忘记妈祖在台湾有很大的影响力 得罪了这些妈祖的信重 是会出乱子的 这个宗教交流 这么简单的一个方式 陆尔会以这么荒诞的理由 说交通轮不是宗教活动 使用的交通工具 陆尔会这批人 如果到现在还搞不清楚状况的话 我相信他们会遭受到应有的惩罚 秋泽在梁文杰 你们的好日子不多了 两岸文化同根同源 广大台湾信众持续不断地 到大陆各祖庙进香交流 祭祖寻根 祈求平安 这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精神需求 也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写照 然而民进党当局 却多次无理阻挠两岸正常的 宗教民间信仰文化交流 引起岛内广大公庙和信众的强烈不满 不仅如此 民进党当局日前还无称 妈祖等民间信仰是大陆所谓统战工具 遭到岛内宗教人士批评 是对两岸宗教界的极大不尊重 也是对妈祖等民间信仰的亵渎 一二十年来我们两个地区的宗教交流 非常的单纯 从来从来也都没有参加过 关于政治的一些参与 怎么还会被扣上一个 所谓的统战的大帽子 让我们这一段时间 长期培养出来的两岸和平交流 融合一心的一个感受 在这段时间被抹灭掉 相当相当的痛心 所以我也希望说 政府应该给我们更方便 让我们的两岸互动 更加的和谐 更加的有利于我们民众互相交流 这个才真正能够让我们两岸 达到和平 共荣 以及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来看下一条 台军汉光40号实兵演习 今天上午正式展开 演习第一天 巡礼重点演练所谓 战力保存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军汉光40号实兵演习 今天起至26号举行 22号是汉光演习首日 上午6时 恒山指挥所下达指令后 汉光演习正式展开 台军各单位 进入加强戒备的状态 驻防西部的各型军机 紧急起飞 前往花莲嘉山基地 台东制航基地的洞库 进行战力保存 借由后世的山壁抵御攻击 并进行战力整补 随时出击 台海军舰艇则紧急出港 前往海上指定树博区 集结待命 台海军布雷艇 并前往特定区域 在各关键航道防御性布雷 持至所谓敌军行动 台海空军机动导弹车 紧急机动 前往特定地点 待命警戒 台陆军也在包括 所谓红色海滩等特定区域 架设阻绝设施 另外 为应对电子战 台自通电军 也启动一系列相关演练 台军今年的汉光演习 还在宣传上下足了功夫 一会发布演习宣传片 一会又发布科普动画片 让民众在游戏中感受演习 一会又推出虚拟主播 用18种语言进行播报 有民众戏称 汉光演习 就在台军汉光演习正式上演的前一天 台南七谷区一位钓客 钓鱼钓到一半 突然被台军包围 中间钓杆 两侧都是枪的画面 真的很突兀 也让钓客哈哈大笑着五脚本操练 蛮新奇的啊 就很特别的体验啊 因为你在钓鱼 然后全部都是阿兵格 那种体验可能是 一生中可能不会遇到的事情 岛内网友嘲讽 钓客对上台军 这演习真的是戏很多 相关问题 我们来请教台北时事评论员江明清 江先生您好 岛内媒体评论台军 汉光40号演习是换汤不换药 仍然注重陆上作战 那对于台军以陆上作战为主的战术方式 您有何分析呢 是的 其实这有主观因素跟客观因素了 客观因素就是形势比人强嘛 我们经常说公寓善其事必先立其器 好 我们看一下过去的几十年来 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是什么 都是以陆上为主啊 卖给台湾的飞机呢 这个零件拆拆拆减减几乎都是防守型的 它还飞不远 那这个火炮也是 那几乎都是以防守型为主 也就是说防卫在台湾内部呢 当它遭受攻击的时候 可以做有限的战争 所以它是陆战为主 包括各位看到的就是在 巷战部分的准备啦 民兵啦连高中生都要准备了救援的练习等等 基本上这都是无济于事了 所以从这种过去所谓的无剧本去中心化 其实就是简单说 前面所说的无剧本去中心化就是游击战 林昌指挥啊 它可能断线通讯不能等等 所以就临场发挥 但是重要还是以陆战为主 因为设备跟美国的战略是如此 所以从这看起来 其实在过去民党所谓的 这个军事武力的主体性 其实付出缺如啦 政治上更不用讲 完全是以老美的马首是瞻 因此我觉得说 其实多数的台湾老百姓 包括在一党在内 在监督这些预算的时候 还有民进党在提出这些政策的时候 还是要做有效的监督啦 你都不去管 都不去问 都不去听 都不去看 都不发出声音 最后呢 这些当这些梦魇 噩梦成真的时候 你跑都跑不了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 两岸之间 以和为贵 这个以和制千祥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如果民进党忘记了这样的概念 不回到这个两岸融合 互惠 巩固深化的话 恐怕最后 这一场 这个所谓陆战的闹剧跟笑剧 恐怕继续持续的发展当中 好的 感谢江先生的点评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台军汉光40号演习 于22号凌晨正式开始 台军第四作战区 击步第333旅 出动多辆装甲车 前往战术位置待命 而尴尬的是 才一出动 车队中就有一辆 云豹装甲车 以此发生引擎故障 需要停下来 进行紧急维修 报道称 台军汉光40号演习第一天 为了所谓 展现台军防卫打击力量 第四作战区 击步第333旅 22号早8时 从营区出发 出动CM32 CM34云豹装甲车 CM23旅带式迫击炮车 以及多辆支援勤务车辆 前往各战术位置待命 行进过程中 还演练侦搜警戒 不过尴尬的是 车队中一辆云豹装甲车 疑似引擎故障 停在一处民宅前 进行紧急维修 只见全副武装的台军士兵 挥汗如雨的抢修车辆 后方还有士兵持枪警戒 报道提到 台军方称 汉光演习就有设想 会遇到各种突发状况 包括应对车辆故障 有完整的标准作业程序 台军也有相关训练与配套 据了解 台军的云豹装甲车 还要负责战时台当局领导人的逃跑任务 2017年8月 台当局举行正军兵推 第一天就演练 指挥所紧急开设时 让台湾地区领导人换乘 云豹装甲车撤离办公室 进入指挥所 云豹装甲车也因此被称为 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逃亡车 不过云豹装甲车 此前多次被爆出事故 台湾媒体也曾曝光 在2018年底 台防务部门刚确定 增购的云豹装甲车 还未正式量产 就被爆出有21项重大缺失 连引擎组件都会漏油 且零件无法更换 当时有网友戏称 云豹变并猫 来看下一条 民进党21号召开党代会 对掌握党内权力核心的 中指委 中常委 中平委进行改选 最终在10席中常委中 被视为赖清德的派系 共拿下了6席 民进党内的权力结构 重新洗牌 据台媒报道 民进党21号召开党代会 39人抢30席中指委 再由这30席中指委 互选出10席中常委 最后 新潮流派系拿下两席 所谓政国会 绿色友谊连线 民主活水 永延会各一席 这几个被视为亲赖清德的派系 共拿下过半的6席中常委 成为最大赢家 此次是赖清德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的 首场民进党党代会 党内各派系磨刀祸祸争夺的中常委 也牵动着2026年的县市长选举提名 我都是我们民进党 四大一小 最小的派系 王世坚 坚信 向来敢怒敢言 自成一派的王世坚 其有话直说的大炮性格 被外界称为民进党的乌鸦 这次中常委选举 王世坚以第二高票数当选 展现其在党内基层实力不容小觑 而第一名则是有意角逐台南市长 并坚持单非参选中常委 日前还遭所谓政国会除名的 民进党籍民代陈廷飞 党内会有竞争 会有民主竞争的机制 这也是民进党的传统 但竞争过后 大家一定会团结 外界注意到 民进党实习中常委中 四习被非赖系人马拿下 其中就包括王世坚和陈廷飞 有舆认为 这虽不影响民进党内派系权力结构 恐仍是赖清德所不乐见 还有舆认认为 这看出民进党内 有制衡赖清德的运作痕迹 未来赖清德都将面临 王世坚陈廷飞等人的意义和挑战 复杂的派系纷争和各方权斗 将影响民进党未来发展 如果赖清德仅凭强势作风 恐怕难以维持党内和谐 一旦造成民进党分裂 与各自为战 将埋下内斗隐患 冲击未来选情 先问问题我们再来请教台北时事评论员江明钦 江先生 民进党中常会选举结果出炉 陈廷飞 王世坚这些非赖系的人高票当选 您有何观察呢 那这对赖清德未来运作将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政治在台湾的政坛就是资源的分配 用管理学的理论来说叫做资源依赖论 依赖有两种 一种是资源 人事 预算 权力 职位嘛 对不对 这第一种 那第二种呢 就是精神上 策略上的依赖 就虽然没有钱 没有人 没有预算 没有职位 但是我在整个价值观上 信念上 或者是未来发展方向上 以你马首是瞻 这两个都可以 但这两个目前看起来 赖清德是全部把他一手抓 抓在手里面 他完全不给对方机会 他连内部的派系都搞零和游戏 何况你自己的人嘛 吃香喝足 吃香喝辣 冰墙麻壮 那其他派系呢 也真正的看着自己的派系默论了嘛 不可能嘛 所以这一次的选举 我跟各位报告就是一个反扑 也就是其他派系对赖清德不满 这表露无疑嘛 那为什么派系要反扑 简单的说嘛 避免团灭 自立救济 派系反扑的目的是为了怕团灭 你这次不出声音 赖清德得寸进尺 得拢望述 通通团灭 那未来就只要赖系 除非信赖 有职位 你赖就不走 那否则呢 你就没有路可以走 那问题不是嘛 多数很多人对赖清德也不以为然 只是他现在刚好在职位上而已 因为从这里可以看起来 这整个派系 不论是陈亭飞 或者是王定宇 或者是王世坚 基本上都代表一种 跟赖清德不一样的声音 在民进党当中的一种反扑 也跟赖清德一种市井 你是少数的票数当选 如果你还搞派系斗争对立的话 绝对是寸步难行 那同样道理 你搞蓝绿对抗斗争 台湾在内部也是寸步难行 两岸你搞斗争 也一样寸步难行 所以其实赖清德 格局要放大一点 心宽 路就宽 那如果心宅呢 自己路越窄 这恐怕就是赖清德的写照 好的 感谢江先生的点评 据台湾媒体报道 外界关注台立法机构 何时召开临时会 处理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 人事同意权 蓝英民带王宏威21号表示 民进党仍未就名单 与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讨论说明 台行政机构似乎并不在乎 台立法机构日前通过 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 组织条例修正案 删除原任官员 可以在新任官员出缺 或提名任命未获得台立法机构同意时 可延任的规定 目前 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 有四位官员的任期 即将在7月底届满 而新人事的提名案 因为多次在台立法机构被国民党搁置 删除了这一条文后 这四位官员就不能延任 下个月起只剩三名官员 国民党籍名代王宏威21号表示 民进党已分别送来 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 及台考试机构新官员的名单 台立法机构 预计在8月中旬召开临时会 处理相关人事案 我们会处理相关的人事案 不过 四位委员到目前为止 民进党并没有来拜托在野党 也没有来做说明 看起来好像 卓榮泰那个也不在乎 的人事案 据台媒报道 第十一届台立法机构第一会期 于16号晚间落幕 关于何时召开临时会 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称 召开临时会 需要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 召集各党团协商讨论 而民进党团会将台所谓 通讯传播委员会 台考试机构的人事同意权案 列为优先处理议案 报道称 现有七名台司法机构的 所谓大法官 任期将在十月底届满 台湾民众党籍民代张旗凯也表示 赖清德应该加快提名作业 最晚在八月底前提出人选 不要最后又变成赶鸭子上架 霸王硬上功 尤其从最近的台立法机构 改革法案的所谓事先案来看 所谓大法官已经成为政治打手 中国国民党籍基隆市长谢国梁 面临罢免危机 岛内七旅民间团体发起的 第二阶段联署门槛已达标 21号马英九前往基隆驻奖 揭扫力挺谢国梁 反对恶性罢免 要罢免勤政爱民的谢国梁 完全是没有正当性的 大家说对不对 谢国梁是最遵守财政纪律的市长 大家说对不对 我也要呼吁乡亲 反对恶性罢免 这就是残害忠良 马英九指出 谢国梁担任基隆市长后 基隆市从原本负债67亿元新台币 到现在负债58亿元 已经减债9亿元新台币 马英九称赞谢国梁 遵守财政纪律 更酸民进党最近出了一个大贪官 台湾还接会前董事长郑文灿 保释金额从500万元一路提高到1200万元新台币 目前已收押近见 显然犯罪情节严重 马英九说自己前后已经帮谢国梁站台五次 谢国梁上任市长后积极推动各项政策 让基隆人有最干净的家园 所以绝对不同意罢免这么好的市长 是否进入第三阶段的投票 马英九的加持对于国梁来说 是最重要支持的力量 大家说对不对 对 除了马英九外 云林县长张黎善 嘉义市长黄敏慧等人 当天下午也都来到国民党基隆市党部 力挺谢国梁 蒋市长会来基隆 侯市长我也有邀请他 至于卢市长我们也会努力地继续来邀请 蓝营要爵纷纷出面力挺谢国梁 而且周周都有行动 罢免与反罢免力量相互较劲 周西理学思想中倡导的笑脸思想 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 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 周西的诸多廉政思想 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时刻提醒大家 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共心 公正做事 不存私心 做人要存正直之心 行仁义之德 不以一毫私利自闭 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我们面临的局面 会更加的浮躁 这么说来 可就不是什么随手下的三七 必须得结束这个考验 必须危机 就必须推测 要判施 前行者 7月16日起 18点45分 就在海峡卫视 欢迎回来 继续关注新闻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 巴黎奥运会就将正式开幕 近期岛内舆论热烈讨论巴黎奥运 不少媒体开设专栏 集中报道 除了赛程安排 场馆细节 酒店机票等 中国元素也是舆论关注的焦点 日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国红8K超高清转播车 穿过法国埃菲尔铁塔 凯旋门进到巴黎 最终抵达巴黎法兰西体育场的新闻报道 吸引世界的目光 岛内民众倍感自豪 他们纷纷表示 两岸同为中华民族 共享这份惊艳世界的荣耀 我有看到那个车子在巴黎的街头上面 你会觉得那一抹中国 其实是非常亮丽的 本来呢 我是要去巴黎看奥运的 没想到已经看到了转播车 总台是中标巴黎奥运会 项目最多的国际媒体 中标最多就意味着 我们国家技术是最棒的 领先世界 我们这一次呢 使用的是AI的技术 那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角度 那做出更好的判断 以及更精彩的画面可以提供出来 那这是硬实力的展现 那从中国制造 变成中国制造 除了岛内民众高度关注 在法国居住的台湾同胞 得知总台中国红转播车 来到巴黎后 还特地跑去打卡 在这样子的一个大型的顺势下 让全世界又看到中国科技的进步 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除此之外 在本届巴黎奥运会上 中国制造的无人机 LED大屏幕 体育用品 甚至是巴黎奥运会吉祥物等等 都受到岛内民众关注 纷纷惊叹 放眼望去 全是中国之光 作为台湾同胞 我感觉非常的骄傲 又很自豪 两岸一家 这次的巴黎奥运 大家放眼望去 全部是中国之光 吉祥物 大概百分之八九十都是 Made in China 今天中国制造不但是在国内 而且甚至在国际 重要的场合当中 都能够展现 精湛的技术 我们中国是一个 日业追求进步 同时愿意与世界共享 我们成果的一个国家 这些辨识度比较高的 这些中国元素 可以让外国朋友们 更了解它是中国 大家都会觉得育有荣烟 2024年巴黎奥运会即将登场 中国台北代表团的选手 陆续出发 21号晚间 柔道乒乓球等选手 抵达桃圆机场前往巴黎 中国台北代表团柔道队 于21号晚间 从桃圆机场搭机前往巴黎 在上届奥运会 拿下银牌的柔道选手 杨永伟 这次以头号种子身份参赛 期盼在7月27号的比赛中 一元金牌梦 除了柔道之外 乒乓球队员林云如也备受瞩目 就经过这三年还是有很多变化吧 就是包括 就经过上一次就打得还不错 然后又收到一些关注 就自己现在有一些机械变化吧 然后就还希望可以就正面心态去面对比赛 林云如在上届东京奥运会 乒乓球男单比赛中拿到第四名 在混合双打中夺得铜牌 这次将参加男单和混双项目 而乒乓球女队的队员 郑宜静也准备好了 据了解 中国台北代表团近日分批次出发 包括柔道 体操 乒乓球 皮滑艇 以及网球等共17名教练 选手和工作人员率先奔赴巴黎 今年第三号台风隔美正在持续增强中 台气象部门表示 周一深夜会发布海上预警 预计周三周四暴风圈最接近台湾地区 届时强风骤雨会显著增强 台风隔美来势汹汹 就怕困在岛上回不来 已有不少游客在22号上午搭船离开绿岛 我们预计它可能是在24号深夜到25号上半天 这一段时间中心会相当接近台湾北部的海岸线 那不排除当中可能有登陆的机会 台气象部门预计 台风将从台湾东北方向登陆 再朝西北方向远离 而台风圈涵盖的地点 除台湾南部地区外 苗栗以北 花莲以北的八个县市 都有可能在台风圈之下 随着台风隔美接近 岛内菜价开始上涨 即便周一菜市场修饰 还是有菜饭坚持营业 不少人抓准时间出来买菜 实际上先前就因为雷雨天气影响 菜价已有一波涨幅 叶菜类就因大雨影响贵了40% 一斤30多元新台币涨到50元新台币 瓜果类虽然涨幅不大 但原先一斤20元新台币 现在也要30多元新台币 如今台风要来 有菜饭表示预计周二开市后 菜价还会有上涨空间 此外 近期鸡蛋价格 因成本原因进行了调整 每600克调涨了3元新台币 而毛猪肉的交易均价 已达每公斤97元新台币 逼近百元大关 21号 台湾虎航夜航班上 有一名乘客玩笑开过了头 自称携带了手榴弹 这吓坏了空姐 机组人员紧急报警 导致班机在高雄小港机场 延误了两小时 上百名旅客在后机室里排队领水 脸色都垮了 因为原本已经登机 但航警安检人员在机舱里忙进忙出 所有旅客都被清空 就是因为有旅客说 有带手榴弹上飞机 多名警方到登机门全面戒备 原来是一位56岁审性旅客 21号早上要从高雄飞往冲绳 登机时空服员询问有没有带水 但旅客却说行李内没有水 有手榴弹 吓得空服员赶紧通报机长和警方 说车上 航警需要重新再安检一次 所以就请我们大家下机 他请他下机的时候 是我们要起飞的前十分 因为我有看手机 那个时候大概就是 我们要起飞九点半的时候 原定九点四十五分就要起飞 班机上一百七十七名旅客 几乎都坐好了 又全员被请下飞机 PD小组防暴小组都到场 清仓检查行李也重新安检 而声称有手榴弹的夫妻两人 一起被警方带回 直到全面检查完已经十一点多 延误两小时才起飞 然后男子也因为违反民用航空法 以送高雄去检查证办 是夫妻 那假如手榴弹这个是那位男生 一起退官了 虽然旅客认为只是一句玩笑话 但已经影响飞安 玩笑开过头 要面临三年以下徒刑 最高一百万新台币罚金 甚至航空公司也有可能求偿 和妻子的冲绳之旅也泡汤 还害175名同行旅客行程受影响 屏东久如柠檬 不只有鲜果市场 加工技术持续进化 现价果汁做成柠檬砖 从香港鸿回台湾 近年大陆流行火锅KTV 主打欢唱不用钱 吸引爱唱歌的消费者 有台商将大陆成功经验 复制回台 也成功辱获年轻消费族群 台湾平经济 每个周末为您讲述 两岸民众的财富故事 年日暑假到 安全最重要 玩水虽良爽 生命价更高 危险水域要远离 擅自结伴不可靠 游泳馆里来游泳 大人陪护不能少 夏日防溺水 平安过暑假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观众新闻 21号 2024台湾大学生 江苏实习建席就业特训营 在昆山开营 本次活动以手拉手 新年薪创未来为主题 将为台湾大学生提供 5600个实习建席岗位 开营仪式上 台湾大学生们 穿着统一的粉色T恤 充满青春的气息 据了解 今年江苏省近900家 企事业单位 将为台湾大学生 提供5600多个实习建席岗位 涵盖电子信息 新能源制造 生物技术等 新制生产力行业 参加开营仪式的台湾大学生 很多是第一次来到大陆 第一次 这边第一次来大陆 我家人其实本来就 希望我来大陆看看 所以借着这次实习机会过来 感觉科技发达非常多 然后空气比起台湾那边 新鲜蛮多的我觉得 在马路上走路也不会有 那种就是不太舒服的感觉 与蓝静红一样 台湾女大学生施婷 也对大陆城市环境称赞有加 不过她说 让她最感动的 还是大陆同胞的热情 我比较特别有印象的是 我觉得他们很亲切 对 像是去餐厅或银行 他们会蛮热情的招待 我觉得这里是一个 蛮适合生活的地方 而已决定要在大陆就业的 包一节则表示 还没来过大陆的台湾年轻人 最好都来亲身体验一次 毕竟眼见为实 我觉得如果没有来过的话 可以来看看 因为就是确实有一些事情 在网路上可能说的 跟真实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 还是要自己来这边看看之后 才能知道真正的样子 或是自己的感受如何 这样 据介绍 台湾大学生江苏实习建席就业特训营 自2017年起已连续举办七届 累计面向台湾青年学生 提供实习岗位8200余个 吸引近3400名台湾青年学生参加 东南卫视海峡卫视记者 江苏昆山采访报道 7月20号至22号 第八届海峡两岸食品交易会 在福建近江举行 来自海峡两岸 以及澳大利亚 日本 美国 法国 菲律宾等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 1200多家海内外企业参展 本届时交会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 设2700个标准展位 集中展示休闲食品制造 上下游产业链的新产品 新技术 新服务 糖果 巧克力 饼干 果冻 肉制品 展会现场 各类食品琳琅满目 汇聚了休闲食品成品 新零售 食品工艺技术 食品原辅材料 及添加剂 品牌授权 及包装设计 福建近江是中国食品工业强势 也是中国新兴会展城市 经过八年培育 食交会规模 品质 效应和影响力大幅提升 已成为中国休闲食品行业的 情侣表和风向标 我希望就是把台湾比较好的产品 能在大陆做一些推广 这个展览 就是也可以深度的刺激说 两岸厂家 就可以再研发更好的产品 然后也更贴近这个市场的走向 通过这次展会 有好多台湾的同胞 同行 他们都有来交流探讨 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展会 加上去我们能一起两岸 更好能又深切的配合 还要交流 截至目前 福建晋江食品产业 已形成涵盖十多个门类 数百个品种的产业格局 产业规模超800亿元 正加速朝着千亿产业集群迈进 另据了解 本届时交会上 多个社东盟食品行业合作项目 也集中签约 发挥海外华侨企业销售网络完备 营销资源丰富等优势 助力晋江乃至两岸食品企业 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 实现互利活动